了解了我们定制电条的一些特殊功能之后呢 在充电之前我们对坚持的内部总线做一个介绍 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个坚持的一个总线系统 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边是电池 从电池给电条供电 电条的输出 这边就是寒道 然后分两路 另外两路 这一路呢是BEC 这个BEC的最大是7.5A的输出 它可以保证我们全机使用数码进入式舵机的供电稳定 BEC的末端呢 这个就是标准的电条线 就是油门控制信号 以及这个对接收机各个舵机的供电 另外单独的这个呢 就是正反向的控制线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路 这一路呢 是7.5V的一个输出 它是给收放起落架的控制盒 以及收放起落架供电的 只说一选用7.5V呢 是为了保证收放起落架的力量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好 往前 好 看着这个小 极限器 极限器的这一头是接起落架的 这个也是接接收机 这个呢是接方向舵的 反过头来往回 这是一个延时控制器 它的作用就是给航灯控制盒的一个收放信号 同时来控制舱门和起落架和这个收放的一个顺序 最后呢 还有单独的一个 我们比较有特点的一个 航空板 这个航空板的作用就是说 把复杂的航空简单化 我们要做的就是往接收机插插轴 所有的航空功能不需要调整 我们是预设的 插针的这一头呢 也是不需要我们插接的 它是在书厂的时候接各个舵机 负翼啊 锦翼啊 包括锦翼翼 是从这边接入的 这个出厂的时候已经接好了 我们把需要插接的地方呢 说一下 在上一部视频当中呢 在我们说到的这个锤尾上 输出有三根线 分别是方向垛的线 这个是预留的 还有一根就是航灯 我们把这个拿掉 因为这个是给你改装用的 现在是不需要插接的 要插的就是两根 一个是航灯啊 一个是方向垛的 你把方向垛的插到 在设备仓里面 找到这个控制盒 或者叫做小提线器 把它插到 这有标识方向垛的地方 这样 注意方向 注意方向 好 另外一个 航灯 我们找到 这个航灯的控制盒 插到 尾航灯 就是水尾灯 这个地方 红线通商 这样插接 好 航灯 我们已经揭好了 剩下的这几个 是出厂装好的 不需要我们再插接的 接好方向垛的插头 和这个尾航灯的插头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 真正往接收机上 应该是怎么接 这是我们的 要介绍的一个重点 首先我们说 副翼 第一通道 副翼 副翼和升降 全部是来自于 这个红红板 红板的这一头 我们不用管它 反正出厂也是装好的 这一头呢 首先插副翼 副翼上面会有一个标识 我们这个视频当中没有 但是在飞机的这个设备厂里面 是有这个标识的 所以一个复翼 我们插第一通道 好 再取另外一根 升降 还自己来自于这个红红板 上面也有标识 升降标识 好 再插第三通道 第三通道 默认的是油门 我们从BEC那边 取出油门线 第三通道 插油门 好 第四通道 默认是方向锁 我们从极限器上面 把方向锁这个 给 这根线 方向锁这个 给拿出来 插到第四通道 第五通道 默认是起落架 我们再从 这个极限 极上面 把这个 起落架的这一根 插到第五通道 好 往后的 六七八九 可以根据我们的实际需要 来 进行插接 现在呢 插五个通道 其实就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飞行 这个控制了 包括复一几一的 前面压抑的 还有收放几楼架上门的 除非 我们再继续 按订阅 持续 我们再继续 来 üm 谢谢